哈囉大家好,我是Mike 我們今天來聊一下 沙漏廠、報廢廠 也就是 正規來說是 汽機車資源回收廠 那在我們今天聊天的一開始 我還是先打個預防針 今天所講的所有內容都是我親身經歷 分享 網路觀察 所得來的資料綜合整理 所以說不一定100%正確 如果說你有一些比較 正確的資訊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補充 那就是說我最近常常跑這個沙漏廠 想分享一些中間的心得給大家 我上班所在位置在中立 所以說 大桃園地區 目前比較知道最知名的兩家 復原跟新工 就是很多內行玩家 知道的兩大挖寶所在的地區 那就我在研究 它這個 沙漏廠、報廢廠 整個的運作 在YouTube上面看到一些類似 Discovery的那種 整體流程介紹 大概一個多小時的那種介紹 我今天如果開一間 汽車報廠 我用這個角度來分析 你們可能比較容易理解 就是說 一台車進來 報廢 我們看到一些玻璃 塑膠 這可能對我們來說都是垃圾 我們可能還要去花錢 把它 銷毀 處理掉 那真正有價值是什麼 一般金屬 可能就鐵劍 再來就是比較貴的 鋁合金 再來 觸媒 觸媒裡面有貴金屬 另外收起來提煉 那我今天是回收廠 我就要考慮到 我要不要去購買 去處理貴金屬的 這個設備 那如果沒有 我就是外包 我就把觸媒 整理好 集中丟給 專門收觸媒的 因為 做生意是這樣子嘛 就是賺差價 我們今天開一間回收廠 我也不要想說 我什麼都要賺 什麼都要自己來 開店最終目的還是賺差價 然後我看他們那個影片就是 一個汽車進去 就開始尬嘛 然後 尬完之後 你不管是玻璃 塑膠 金屬 都會變成這個小穴塊 就是這樣一塊一塊的 那它開始就會用那個磁鐵開始吸 開始過濾 分類 垃圾的分一類 然後金屬的分一類 最後金屬的 再賣給 金屬的這個 那個回收商或是重駐商 他們再重新建造鋼材 所以說你身為一個回收廠 大概就是需要一個 繳稅機 這個設備 車子怎麼來 車子就跟人家回收 花錢買嘛 其實跟二手倉沒有兩樣 就是賺差價 一台報廢車進來 大概是多少錢 以今年來說 20236月 我上個月 幫我朋友去問價 問一台福斯的街塔 街塔就是四門的Golf 然後東西完整旅圈都好 反正就是上次我有說要賣的那一台 後來沒有賣 因為 它舊換新 稅金就折五萬 然後加上報廢 還可以賣個一萬五左右 所以說基本就是要賣六萬五以上 那如果你出六萬五 要跟我買 我寧願拿去壓掉 因為壓掉 不會有任何後續的麻煩 你買六萬五 你可能還會回來跟我說 變速箱 有問題 冷氣有問題 引擎有問題 風險不一樣 可是價錢一樣 那我當然選風險小的 我就給人家壓掉就好了 那實際 問到的價錢是 一萬六千五 就是說 車體 秤重 他們其實電腦都有查列表啦 你的什麼年份 什麼車型 它的 金屬含量多少 可能他們都有 大約的統計 所以說電腦一查 就可以跟你報價 這台車 一萬六 你自己開過來 加五百塊 就一萬六千五 然後他們那個報價 都是當天有效 說現在去 報又不一樣 其實這也是一個形式上的 報價而已啊 我收購當天 一萬六 可是你 尬稅要賣出去的時候 搞不好是 幾個月以後的事啦 那時候價錢又不一樣 所以說 這個詳細怎麼操作 我不知道啦 反正他們形式上是這樣 都會有一個 時間性的行情 你今天報這個價 明天就不一定了 我們前面鋪陳這麼久 就是要講我們自己 身為這種 老車的持有者 常常去沙漏場買東西 怎麼買比較划算 你知道剛剛前面的流程 所以 他為什麼會放一堆車在現場 讓你自己去拆東西 然後賣你很便宜的價錢 因為比方說 我們最常拆的是什麼 門上的塑膠試蓋啦 上面把手啦 填膨啦 布啊 甚至你可以拆玻璃 這些東西 對他們來說 我今天是沙漏廠 回收廠來說 都是垃圾 垃圾是什麼 零元嘛 我可能還要花錢 去處理垃圾 那今天你來這邊 自己動手拆 我第一個 不用人力 你自己拆多少算多少 那我就 估個便宜的價錢 算一算 就是等於 多拿的 比方 我們之前有殺哪些東西 方向盤 方向盤 金屬成分很少嘛 所以他賣你一個200塊 他還是賺啦 因為秤重一定賣不到200啊 秤重搞不好 10塊而已啊 因為他金屬成分很少 然後 你說一個座椅 他賣你400塊 破破爛爛的 座椅整個去秤重 也不到50塊啊 所以你自己搬走 你自己開車來搬走 400塊 從50到400塊 8倍的價錢 要不要讓客人自己來拆 這部分的 生態結構我覺得是這樣啦 我可以賣你很便宜 因為 再怎麼便宜 都比回收價還貴 那一台車被拆得差不多的時候 就送去尬了嘛 尬的話就是 車體那些鋼梁 才是真正的這個 金屬 成分 主要的區域 所以說你去殺肉 殺的是 引擎蓋 門板 這種有板金的 他們可以秤重的 價格都會比較貴一點 因為就是 不會低於1000啦 因為那個對他們來說是秤重 的主要來源 如果殺一些 塑膠啦 輪胎啦 那個對外門的時候就沒差 鋁圈 就有差 你殺鋁圈就不會便宜 因為鋁圈是鋁料嘛 然後我最近在這個 殺肉的生態裡面又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之前 我買了三台matrix嘛 所以說我就上網 上臉書 社團那種 零件車 殺肉車 去徵求 matrix的整車座椅 然後就開始會陸陸續續有人說 台中有一套 我這邊高雄有一套 桃園有一套 之類的 可是 你跟他要照片說 看品項怎麼樣 他們都隔天 或是說 晚一點要回覆 那你想想看喔 你今天 經營了一家 炸肉廠 回收廠 你有時間去接這些 臉書的 小case嗎 你每天尬那個車都來不及尬了 你還有時間去弄這些 小玩意 所以說那些人應該是怎麼樣 我猜啦 不一定正確 我猜就是像我們這種個體戶 常常跑 然後今天看到有人爭 OK啊 你爭matrix嘛 我就去新工 我就去復原 我去看看有沒有這樣的品項 我先派給你 那你覺得OK 先匯定金 然後我再去猜 好猜回來 那再看你要來拿 還是說要寄 怎麼樣 寄送運費 反正就買家出嘛 有沒有人在做這樣的生意 一定有嘛 因為 這樣的一套座椅 我昨天 殺下來不到2000塊 當然 這個 價錢是跟自助餐一樣 財人花耶 不要拿我的價錢 去跟老闆娘 argue 我說為什麼麥克拿 一套不到2000 我這一套為什麼要 3000、4000 車種不一樣 然後手動電動也不一樣 再加上人也不一樣 我的態度可能就讓人家開心 你的態度可能就是 讓人家討厭 這都不一定 所以說不要拿這種價錢 去炒這些東西 不要像那個阿兵哥一樣 當兵的時候 為什麼都罵我不罵他 他也做一樣的事情 千萬不要這種小孩子脾氣 那都是大人 那我就講 我自己的經驗 大家參考 我殺一台 車的全部座椅 我們抓2000塊 那我能不能上網賣個 4000、5000 假設他皮還蠻漂亮的話 4、5000應該還OK啦 因為全部從包 塑膠皮 行情價格大概在 8000到12000 你特別差的特別好的 我就不講了啦 大概一個 合理的水平是 大概1萬塊左右 所以 換一套座椅 又是原廠真皮的 MATRIX那個是半牛皮 好像比你花1萬塊去包塑膠皮來得好嘛 所以5000塊應該是 一般老車的買家可以接受的範圍 那你花2000 當然要出點勞力呀 你要去搬 搬出來 開車搬出來 去跟人家交易 賺個3000 好不好賺 還蠻好賺的 回收廠的老闆 樂不樂見這種情況 他也樂見 因為他主要目的還是一樣嘛 他要尬那些 汽車的金屬 去做 人家做大生意的啦 所以說你這些 小生意你們要跑要弄 他們也隨便你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就是說我如果自己是殺肉場的老闆 我是這樣子啦 說你們要賺錢 那最好 雙贏嘛 你們有賺你就幫我 搬走搬走搬走 那我其實 整個利潤 會往上拉 那我也懶得 去跟你們那些面交啊 去談那些 什麼品項啊 價錢什麼的 我也沒有那個時間 因為我是老闆 我要 每天在尬我的那個 車子 我每天想的就是 我要把車子尬成碎片 所以說這個生態就是各司其職 就會有這些個體戶 去搜尋 那我現在可以想像到一些 可能比較惡劣的情況 比方說Solio 我們去新工殺肉場看到Solio 20幾台 沒有一台有前座的出風口 那就說明什麼 我這個人動的念頭比較歪啦 可能不一定是這樣子 可是 你們參考看看 如果是我啦 我有一個生意念頭是這樣子 我把桃園兩大家 所有的Solio 出風口全部拔掉 那包含什麼 包含後照鏡啊 尾燈啊 頭燈啊 這些比較好拔的 我都全部拔掉 全部壟斷 然後我在蝦皮上面賣 那你們這些 會動手的人 你們去殺肉場 已經殺不到了 你們只能去 網路上面找 這是不是一種 生意手法 我覺得是嘛 那殺肉場老闆會不會管 如果是我不會管 你們高興就好 對不對 那這種事情有沒有可能發生 我覺得是有啦 雖然說不要把人 想的都那麼壞 可是多多少少有啦 龍蛇混雜嘛 各種想法都會有 難免這種想法會出現 不然 蝦皮上面那麼多殺肉的 商品怎麼來的 是一些經驗嘛 Solio的出風口就是容易壞 所以我覺得就是一定會有人去 沙肉場 捉刮 然後不管自己留著 想要用也好 或是說 拿來賣也好 盈利 都有可能 然後再聊一下 沙肉場的一些 設定的項目 比方說我們員工啊 他開一台Volvo 他去就沒有他的車 他逛了一圈 逛不到他的車他就可以走了 可是像我們這種人 我們去逛要逛很久 因為怎麼樣 裡面有X-Trade 裡面有MPV 裡面有Zinger 裡面有Matrix 裡面有Solio Savi 我有的車裡面幾乎都有 除了Lazos ES 裡面沒有 其他這種 很 通常都是國產車 然後很普遍的 銷量很大的 當年銷量很大的車 裡面幾乎都有 你就幾乎不稠 沒有零件可以拔 像是說Toyota Honda 感覺量就比較少 因為他們好像有一些外銷的管道可以銷這些車 所以說你在裡面看到最多的就是什麼 山林的啦 日產的啦 現代蠻多的啦 Solio也很多啦 大致上都這些車 Focus 馬自達 馬自達不多耶 馬自達不多耶 印象中是這樣 所以說為什麼我去一次就很愛去 就是因為 裡面太多我的車種了 我常常去一次逛不完 然後每次回來就發現說 又忘記拿了哪些東西 下次還要再去 可是說你的車 進去一圈 如果沒有你的車 你下次幾乎就不用去了 因為選項太少了 來回一趟路也是油錢 跟時間 然後新工跟復原來講的話 最近比較喜歡去復原 復原的話 它鋁圈的輪胎是直接尬在車體上面 你可以去拆 甚至像我們以前 還特地去買鋁圈螺絲 那其實不用 你去那邊可以直接殺鋁圈螺絲 那像新工的話 它就規劃得很好 它就把鋁圈什麼 一些比較漂亮的引擎蓋 車門 都會另外再 放另外一個區域啦 我記得單價就比較高了啦 這就牽扯到 另外一個層面 為什麼單價比較高 因為它經過一個人工的處理 他們的一些 能力嘛 能力要不要錢 對不對 吃便當要不要錢 勞健保要不要錢 對不對 所以一旦經過人力 處理過了 它售價就會比較貴 那正常 所以為什麼之前那個影片上去 很多人說 原來沙漏廠那麼便宜喔 我去也是嚇到 因為 價值在哪裡 價值在於 你這個方向盤 你自己動手拆的 跟你請人家幫你拆 就不一樣 外面很多沙漏廠 是屬於怎麼樣 我這台車 一進來 我就幫你殺得好好的 然後車架 這個鋼鼓的部分 直接掉去 賣給 這種比較大型的沙漏廠 去嘎掉 就是說我這種小型沙漏廠 我是沒有設備去嘎這個車子的 那我只能怎麼樣 我只能 車子一進來 大燈尾燈 好拆的全部拆拆 全部統一放著 貼標籤 等有人問的時候 來賣 所以說 你今天去問說 我要Matrix的大燈 它跟你說就一對 可能要2000 2500 可是你今天去大型的包廢廠自己去拆 那又不一樣 你可能拆一對 600塊 這就有差距 因為你是自己拆嘛 另外一個是人家拆好等著你來買 這個 有人事的成本不一樣 所以我之前也是一樣 我之前BMW買兩個雨刷 沙漏的 要2500 就是雨刷的那個鐵的支架 我幹沙漏要那麼貴喔 可是今天如果你有 自己去拆 一定不會超過1000 三五百塊的東西 這就是差距 你今天要求一個品項 請人家幫你 拿出來賣給你 就是兩三千塊 你自己去拆 就是幾百塊 很簡單就是這樣 這也是為什麼我之前 水塔我不想要花錢 請人家 做的原因 因為我今天動手 我就學習了一個 我終身受用的 能力 我會裝水塔 你會裝嗎 不一定嘛 對不對 可是我今天花錢 請人家裝 我也花得起 可是 我就失去了一個 學習這個技能的機會 那很多留言也 問到說有沒有辦法 請人家去拆 或幹嘛的 那這種大型的 沙漏廠暴廢 其實不怕你拆 因為我剛剛講了嘛 它目的是幹嘛 它目的是要尬那些 金屬 所以你裡面拆 有沒拆壞 沒有差啦 塑料歸塑料 玻璃歸玻璃 它們最終就是要那些金屬 那你不妨就是 看個YouTube影片 去那邊練習一下 拆壞就算了 畢竟你如果 像剛剛講的 整套車的座椅 自己有貨車 你不會拆 你請一個人去 有時候你請我去 你覺得一個小時要花多少錢 你就十七兩百我會去嗎 去 弄個兩個小時 我為了賺你四百塊 我要跑這一趟嗎 所以說這就是 自己不會拆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 你有沒有朋友 你有沒有朋友會拆的 願意幫你跑這一趟 就算你有朋友會拆 請一頓飯也少不了 請一頓飯也是 三五百塊的事情 最後加一加還不是回來了 所以說 個人的技術能力就很重要啦 這種東西是 你學會了以後別人拿不走 好那我們今天的簡單分享就到這邊 關於沙肉場 我也是剛開始摸索而已 如果你有更多資訊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討論 我是Mike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機械堂 機械堂專業電動工具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蝦皮購物 天天出貨 天天免運 加一片